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来讲铺 铺小弟 铺跟铺是什么意思 好臭哦 你放屁了 恐龙老师你放屁 那我知道是谁放屁 刚刚很臭 是水蜜桃老师放屁 他到底谁放屁啊 我知道了 还不会是你吧 铺小弟 你看他真的在偷笑 他说嗯 就是我 还是不是他是他 你看这狗狗好笑 他也在笑 而且他屁股翘高高 然后他尾巴好像飞起来了 飘过来了飘过来了 啊 也好臭哦 今天就是要来讲放屁哦 好可爱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张小弟 这是同一个作者 大胃罗伯姿 上次叫张小弟 今天叫铺小弟 是同一个弟弟哦 所以你们还记得他姓什么吗 姓张 只是因为他太爱放屁了 他的爸爸妈妈现在叫他铺小弟 铺小弟 你看 他又在放屁了 你看他 而且他还说哦 好舒服哦 好啦 真的要认真开始讲 他说这位就是铺小弟 他喜欢发出怪味道 尤其他的屁屁 哇好臭哦 连我在这里都闻到了 狗狗都吓着眼睛睁开来了 在牙医诊所的时候呢 妈妈带铺小弟去看牙医 铺小弟啊 他呢 爬上去的时候 哭了一声 结果啊 牙医生啊 然后呢 护士啊 然后呢 还有朋友 尤其是他妈妈快疯了 他妈妈说 喂 铺小弟啊 妈妈 是你对不对 那很没礼貌欸 妈妈捏的鼻子 阿快受不了了 铺小弟就说 嘟 你看他的表情就是这样 然后呢 爸爸带铺小弟去美术馆的时候呢 铺小弟啊 就 又来了 他重重的 嗶 了一声 还咳咳咳咳地笑了 别人都没有人 这么丢脸过 都没有这么的 你知道的 这么的好笑过 大家都说 噢好臭啊 是谁放屁 副小弟的弟弟就 的爸爸就生气了 说 嗯 副小弟 是你对不对 哎呀 我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爸爸拿它没辙 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的餐厅里面 扑小弟又放了一个臭屁 而且这次是 又来了 他好高兴 因为很舒服 而且你看他嘴巴遮起来说 对不起是我 然后那个臭屁比臭蛋还要臭 一起吃饭的奶奶又生气了 妈扑小弟是你对不对 好臭啊 在餐厅放屁很不礼貌 大家都在吃东西 奶奶捏着鼻子说 更惨的是扑小弟 在他们家跟姐姐淑姨一起玩的时候 他们在游戏室里面玩得真高兴 突然呢 噗 好大的一声 小弟又放屁了 然后姐姐当然很生气气到 气到都要昏倒了 他气到想要打他还拿杯子丢他 他说 小弟是你对不对 你这个讨厌的臭家伙 小弟就说救命哦 其实啊 小弟想不公平 又不是只有我会放屁 他说妈妈你也是啊 只是妈妈放屁的时候呢 他会故意用咳嗽来掩饰他放屁 他就这样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咕咕咕 还有啊 爸爸你也是啊 每次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呢 你呢 根本还没有发现 爸爸的屁就 呜呜呜呜呜呜呜的 放出来ure 然后啊 我们大家就莫名其妙的闻到味道 是好臭啊 然后呢 爸爸还偷嚇 奶奶更是 奶奶每天都在放屁 而且还说是猫放的 奶奶就说 啊啊啊哪有哪有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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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然後還說媽咪啊你怎麼亂放屁啊 姐姐也一樣哦 姐姐說我放屁都沒有聲音哦 其實張小弟有一次啊 他看到姐姐自己在玩的時候 以為姐姐以為沒有人聽到的時候 他的屁啊是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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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是童館樂隊嘛 結果被張小弟聽到了 狗狗也是哦 你們不要以為動物不會放屁哦 狗狗放屁的時候啊 他就是一個姿勢呢就呼 就突然就放出來了 然後你就會聞到一個 嗚好臭啊 小哥老師跟你們講哦 烏龜會不會放屁 會哦 我們家的阿宅放屁也是一樣哦 他就輕輕的然後莫名其妙的 然後就聽聞到一股 嗚嗚嗚好臭哦 而且那個屁很奇怪 又臭又奇怪 那你就知道了是烏龜放屁 所以說每個人都會放屁 張小弟說但是我放得最好 然後呢我都不會說是別人放的 而且我不會假裝我沒放屁 因為我喜歡放屁 為什麼呢你看他們吃飯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媽媽爸爸奶奶 還有連狗狗都噗噗噗噗 爸爸噗噗噗 有可能桌子底下 根本就是放屁的約會了 大家都在放屁 可是大家都不敢告訴別人他放屁了 只有張小弟 而且張小弟很可愛 他說我喜歡放屁 尤其是我自己在洗澡的時候 他說我就故意泡在浴缸裡面了 然後我感覺到肚子咕嚕咕嚕咕嚕的 然後我就噗噗噗噗噗噗 然後那個屁啊 就會在那個那個泡泡裡面 就這樣子噗噗噗噗飄上來 然後飄到最上面的時候 就噗噗噗噗噗 然後破掉的那個泡泡就會臭臭的 好啦故事講完了 這個 哭小弟 有沒有很可愛 巧克力老師喜歡這本書 跟張小弟一樣 就算是放屁 有什麼好丟臉的 那是正常的 而且放屁表示你很健康 快要去怨臭臭了 如果每天都有放屁 每天都有怨臭臭 那就是非常健康 是好事喔 還有一個今天要講一句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確診人數越來越少 表示我們大家都有功勞 繼續努力喔 好啦 今天故事講完了 明天見